今天希望把這個程式改寫成VBA版本的話 其實我雲端上面有放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雲端上面找到VBA的版本 VBA版本是這個 OK 這個的話是改為VBA版本 那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不過這個 至於只能拆三次那個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 那 特別注意喔 我demo一下 這個是Python的版本 那VBA版本的話 我這邊寫好是 在這裡OK 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run一下 基本上 執行之後的話 你有沒有要放這裡 那你會發現 這是幾月 假如我拆隨便一個 3月錯 4月 對了OK 答案正確 那你會發現 一樣跟前面一樣 Input改成Input Box 那Printer改成Magic Box 另外的話還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我們稍微比較一下好了 如果對於那個兩指之間比較 有興趣同學 其實這個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範例 那主要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變更 第一個的話 就是在Python裡面呢 這個東西叫中瓜糊 它這個叫串列 那特別注意呢 如果你在那個 VBA或者其他語言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所有的串列 它叫做正列 那實際上 根本 基本上差不多的東西啦 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另外的話呢 它可能開頭會用是叫array開頭 所以array然後呢 這邊是用小瓜糊 OK後面也是小瓜糊 不是中瓜糊 所以第一個不一樣 變數名稱取一樣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乱數啦 這邊的話 就用rnd 這個我就 剛剛有敘述過 然後就是1到12之間的變數 然後把它放到mr mr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用程式 這個轉換 這邊是這樣轉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是用什麼 用那個file圍圈 我就先把它改 這個地方改file圍圈 不要用file圍圈好了 假設我今天 用file email 如果說我今天 在VBA裡面的話 怎麼樣轉換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dofile1 跟剛剛一樣 輸入的話也是一樣 只是說把input改成input box 那問題為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用ms msms是這個 串列的名稱 中瓜糊 它裡面的哪一個變數 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在這裡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 只是說把什麼呢 中瓜糊把它改成小瓜糊 串切的話呢 差不多概念啦 這邊用加號啦 只是說在VBA裡面 說m的符號 串切 問題為 那個東西 有沒有 其他好像都差不多 那還有呢 就是break 這邊叫is it do 這邊叫break 基本上好像沒什麼差 所以以後啦 如果你想要 把類似的這個程式 把它做轉換 那其實用這個部分 就可以把它轉 那所以這邊的話 提供給各位 放在雲端上面 做一個比較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把 Python的程式 轉成VBA的話 大概就是 把一些地方 細節可以改變 當然就OK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如果希望 改一下 猜拳小遊戲 這個猜拳小遊戲 我先demo一下 你們先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 這個小遊戲寫出來 那這個小遊戲的話 我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因為剪刀石頭布 那剪刀石頭布的話呢 基本上 如果自己要打的話 有沒有 把它執行一下 先停掉 然後執行 因為如果說 要使用者自己打 那個剪刀石頭布 其實很容易打錯字 所以我乾脆用什麼 用1來代替剪刀 2代替石頭 3代替布 如果要結束的話 就輸入4 所以這邊要多一個 如果 他有一個判斷是4的話 那就結束 OK 那假如說有些人 輸入5的話 所以我這邊還是用防呆 所謂的防呆 就是說 理論上你應該輸入 是1到4之間的數字 但是如果輸入 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話 那你要把 Enter 要把它攔截 有沒有 輸入錯誤 請重新輸入 OK 所以這邊有多寫一個防呆 當然理論上 應該是要寫的 只是說因為我們程式不希望寫得太複雜 OK 那這樣來的話 我今天 輸入1 我出剪刀 就開始玩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random 亂數 電腦的話 他一樣 要出剪刀石頭布 所以一樣 我這邊邏輯是 123 所以你要讓他random random range的話 就是123 隨便抓一個 然後跟我的 做比較 所以我出剪刀嘛 那假如說 Enter 這個時候的話 他random出來的結果 他得到哪一個 得到3 3剛好就布 那我出剪刀 他出布 那理論當然就是 他輸了嘛 OK 那就顯示出來 你贏了 有沒有 還沒結束喔 因為他是化有衣帽 所以 無窮回圈 那我再來就 會不會是運氣好 出入2 我出入石頭 那他random 一樣123隨便抓 Enter 他這個時候還是初步 你想說 怎麼一直初步 難道他一直還是初步 那我再出剪刀 他是 壞掉了嗎 Enter 看看 沒有啦 他又突然 他改成剪刀了 所以他其實亂數的 OK 那我再出布好了 然後他會出剪刀 這樣邏輯 Enter 這樣 剪刀 你輸了 不對 應該我要出石頭才好 沒關係 反正 意思是 如果我 今天 最後我都不想玩了 再輸入4就好了 Enter 遊戲退出了 OK 其實這還蠻好玩的 可以 把他寫成一個小遊戲的 甚至你可以把他寫成那種 把題目放進來 然後給小朋友去練習 第一題 對了 第二題 第三題 對了 然後衝突把他加起來 你的分數幾分 錯的話 把他記錄下來 跟他講出你 答案是多少 那當然這個後續延伸其實還蠻大的 甚至可以記錄他 花了多少時間 答對幾題 答錯幾題 然後把他的 歷程記下來 OK 甚至可以 讓他以後還可以結合資料庫 把他所有歷程就記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把他錯誤的 再每次都把他重新 再記錄下來 然後下一次呢 再出他錯誤的 讓他反覆練習 反正呢 對的你就不用再做了 然後 反正你就會 但錯的話呢 就反覆讓他練習 所以這樣 如果可以設計出一套 類似這樣的一個 測驗系統的話 那對那種 升學的小朋友應該會蠻有幫助的 為什麼因為考試嘛 考試就是 就是你只要答對 就是說你只要把正確答案輸入上去就OK了 那當然 OK 那至於怎麼寫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請客人先思考一下 如何修改 當然第一個 你會發現 程式應該如何撰寫 架構其實都差不多 什麼要架構 第一個啦 跟剛剛的那個 這個有點像 一樣 Import Random 一樣的話呢 會產生一個 串列 因為剪刀石頭布 所以我在上面的話 Import Random之後的話 那會多一個串列 名稱叫 B-List 這個B-List 實際上就是 剪刀石頭布的一個 清單 那這個清單裡面的話 我會避開 所以等於是 剪刀就1 石頭就2 布就3 那第一個沒有0 OK 我就不要用 那再來的話 File Email 你就隨便出一個吧 那出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使用者輸入 然後做比較 OK 大概是這樣子 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Random 的 值 我把它放在S裡面 也就是說 反正就剪刀石頭布 其中出一個 所以Random Range 部分的話 那就是1到4 出1到3 其中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跟我輸入比較 可是問題喔 底下這個 邏輯判斷喔 要怎麼做會比較 第一個 IF 防貸一下 也就是說 你這個 第一個啦 你 一定要是在 那個1到4 之間喔 才會是正確的 不然的話 就錯誤 那只是邏輯要怎麼寫 如果你的範圍是在什麼 小於1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小於1 這個1 然後呢 大於4 因為只有1234嘛 那這個或這個的話 其中一個出現 那表示是錯誤 輸入錯誤 只有中間這一塊 才是對的喔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會不會重疊的機會呢 應該是不會吧 所以不會的話一定是偶爾 會的話呢 那就會AND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畫個圖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方向 所以呢 如果 m小於1 或者是 m大於4的話 只要是其中一個方向出現 那表示 你輸入的資料不正確 可是會不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偶爾 我用AND可不可以 對 因為我就 要找出 這個是要找出不對的喔 可是如果要找出 對的 有沒有 找出不對的 那如果用AND的話 變成你只能找什麼 找中間這個 1 跟4之間AND 重疊 那變成要找對的 可是我要找錯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找 輸入錯誤的話 這個地方只能用偶爾 你不用AND AND只能是找對的 找對的 變成說 我本來對的就可以輸入啊 OK 那只是要把錯的部分 揪出來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用個偶爾 輸入的假設 不是1到4的話 那再來的話 如果Lif 如果輸入是4的話 那就退出了 就break OK 特別注意喔 只有4的時候才break 那什麼情況下呢 當然呢 你跟他跟那個 電腦比的話 結果呢 只會有三種 第一個是 你贏了嘛 第二個是平手嘛 第三個就是你輸了嘛 那其實平手比較簡單 為什麼 平手的話 如果m等於s 就是說他的乱數跟你出的 兩個相等的話 那表示平手嘛 OK 如果他出剪刀 你也出剪刀 那就OK 比較難的部分喔 就是底下 什麼狀況呢 是 你 你贏的狀態喔 電腦輸了喔 OK 那其他人好總共狀況喔 我後來歸納起來 只有可能有三個 什麼狀況呢 就是當你出什麼了 當然喔 我們先從這邊看 你如果出剪刀好了 有沒有 那他應該是出布 有沒有 那你就贏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出剪刀 石頭 如果你出石頭的話 那他出剪刀 有沒有 那第三個是如果你出布 他出剪刀 他出石頭 也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 這三種可能性 把它列舉出來 那記得喔 這個比較麻煩是 裡面一定要end 就是他 我出 石頭 他出 剪刀 有沒有 OK 然後或者是 所以你會發現喔 記得這邊要把它刮虎起來 裡面的話是第一個邏輯 這個 或者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那就表示說 電腦出了什麼 出了什麼我順便把那個 B-list的裡面 他出了什麼把那個資料抓出來 他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你會發現喔 他出什麼都會顯示出來 他出 有沒有 電腦出了 剪刀有沒有 然後呢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把它顯示出來 那反之的話啦 最後是什麼 把所有你輸的情況 把它列出來 那這邊的話 等於2嘛 剪刀石頭 我出石頭 那我什麼時候輸了 他就布嘛 布的話S等於3 其實依實類推 OK 所以喔 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剪刀石頭布的小遊戲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試一下 那當然喔這個架構的話 跟那個前面那個 Mind CI有點類似 只是說呢這個地方 多了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有防呆 防止他輸入的不是1到4之間的數字 OK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讓他可以退出啦 所以多一個4 其他的話倒也是差不多類似的概念喔 所以其實 以 這樣的一個架構 將來當然可以把這個城市 做很大幅度的改寫啦 其實如果你甚至要把它寫出一個 類似那種測驗系統的話 基本上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說後面可能還要再增加 就是你要把最後 他測驗的 結果 把它儲存起來 那他後面可能就需要用到資料庫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做完之後 後面的話呢 我們還會慢慢再把那個資料庫倒進來 也就是將來你要怎麼樣把 你做完的這些相關動作 可以把它 最後儲存起來 否則的話如果你沒有把它儲存起來 那下一次變成說你就不知道說原來 他到底哪一些題目是對的 哪一些題目是錯的 OK 最好是什麼呢 有點像AI AI的話其實也是 就是裡面當然 加上所有的機器學習 或深度學習 你可以怎麼樣 訓練他 類似像評分 這個像 測驗系統一樣好了 OK 他可以聰明 不然每次 測驗系統每次都出一樣的 題目 那感覺好像都沒什麼變 就固定邏輯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可以訓練這個 系統 OK 可以讓他變聰明 那隨時呢把那個 可能學生比較不熟悉的部分記錄下來 針對不同的學生 會隨時 去 產生他 比較不熟的題目的話 那其實這樣訓練下來我覺得應該 是對於那個學生的學習 應該是會有蠻大的幫助 OK 其實各行各業都可以導入這個概念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剪刀、石頭、布 這個練習題先試做看看 然後 還有一份 我們的競爭 此前來 我們來查看